花莲陷阱局刑警大队科技侦查组代理组长张宏贵表示 良心民众接获假冒检调的诈骗集团成员诈骗80多万元得逞之后 向警察机关报案 花莲陷阱局刑警大队与刑事警察局第四队随即共组专案小组侦办 依歹徒方案手法锁定特定对象追查 发现这个机房设在国外的诈骗集团分工细密 五号见时机成熟前往台北嘉义台南等地区 逮捕张姓吕姓等九人导案 然后我们获报之后我们就去汇整大概那一段时间发生的案件 然后调阅相关的资料 然后就是同人分析比对 就锁定一个对象之后然后循现整版这样 有人专门就是跟国外的机房联系调度特首 有的人就是专门在收购人头账户 那另外有一组人就是专门在取款 花莲陷阱局表示 歹徒的诈骗手法层出不穷 提醒民众接到任何要求贿款的陌生电话 务必小心求证 却不任意听从指示 操作提款机会出款项 并且最好拨打警政署165反诈骗专线咨询 以免上当受骗 警网记者张韩花莲报导